在此時,我們會開始第二部份的醫學研討會 今次的會議嘉賓主持有 香港中文大學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老人科國治瑞教授為我們主持 而主港嘉賓也包括有 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 臨床腫瘤科顧問梁承輝醫生 香港中文大學疑科學系教授及名譽顧問黃永堅教授 香港威爾斯親王醫院內科及藥物治療學系 老人科專科廖建華醫生 以及台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院長曾啟瑞教授 好的,我們第二環節的醫學研討會就即將開始了 交給郭醫生了 好,多謝大家留下 上一個session,大家應該很累了 但是接下來這個項目其實都很精彩 有四位很有資深的講者 他們講的題目其實都是在醫學上很不同的範疇 所以應該是獲益良多 第一講者就是梁承輝醫生 他是我們威爾斯醫院腫瘤科的顧問醫生 他就在腫瘤研究方面有很多經驗 尤其是在醫治腫瘤的副作用方面 他的主作有超過150個報告 他今天講的題目就是現今癌症治療的常見疑問 梁醫生 多謝主席的介紹 各位你好 癌症的研究不斷進行 癌症治療不斷改進 我們通常在醫學講座裡面 都經常聽到癌症最新治療的發展 今天我想從一個稍微不一樣的角度 從一個病人的角度去看看 現在最新的癌症治療的演進 我們怎樣去解讀那些報告 因為很多時候在講座裡面 我們都聽到很多新的報告 但是我們怎樣解讀這報告呢 我總結了幾個 其實現在有時候好像我們回到一間診診室 每個禮拜每一次在新症院診治的時候 這些都是病人最常問的問題 現在我想特別講講問題 例如應不應該接受一些手術太多輔助性化療呢 什麼最好的藥物呢 有沒有更加貴更加好的藥物呢 我年紀大 我不想接受辛苦的檢查 我寧願不治病了 我年紀大 我講了一個很足夠的人生 現在放射治療的設備 是不是最先進的呢 還有對於不能根治癌症的病人 我們怎樣善用這時間呢 其實我覺得現在很多時候 癌症的病人 是有更多的選擇在治療那裡 但是從這個角度看 選擇是會帶來困擾的 很多時候我看到病人事實上是有很多大的困擾 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時候這些選擇的差別不是很大 每種治療都有它的副作用 對病人來說選擇其實是非常困難的 一個很典型的情況 一個病人有一個腸癌 已經完全折除了 我看病理報告 完全沒有殘留的腫瘤跡象 原則上來說 這個病已經醫好了 但是很多時候 我會建議病人做一些叫輔助性化療 什麼叫輔助性化療呢 接下來我會試一下講講那個理論 一個例子 那個病人有腸癌 用一個卡通的形式去表示 這樣就完全割除了癌症 然後如果我們隨訪跟進病人的時候 在完成那個治療的時候 這是一年兩年三年四年五年 我們最希望看到的事情就是這叫全活的曲線 survival curve 如果是打平地走 就是每個病人是保持 譬如100個病人 100個病人都繼續全活的話 這是我們願意見到的情況 但是實際上來說 這個情況並不是這樣 我們看到這條的所謂全活曲線 是一路下降的 這會令到我們不開心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有一部分病人不幸癌症復發 以腸癌來講 好少復發的地方 並不是在原位 而在所謂遠距離轉移 譬如說最常見的位置在肝臟或肺部那裡復發 以一般人的邏輯來看 就是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如果真的有這種不幸的情況出現的話 我們是會進行化療的同一個病人 這裡有一個交叉 這不是表示化療沒有用 化療是非常之有效的 但一般來說 這個化療並不能夠達到一個根治的效力 只能達到一個舒緩 或者一個暫時性壓止一個腫瘤生長 或者暫時將腫瘤收縮的情況 有少數情況呢 腫瘤可以收縮到完全割除 而是可以令病人根治的 但是這個一般來說 屬於少數情況 並不是大多數情況 換句話說 如果這些癌症在遠距離腐化的話 會對生命有一個威脅在 我們會這樣想 為什麼要有情況出現呢 我們理論上很邏輯地想 可以這樣推斷 在原本我們開始做手術 就是做完手術的那一刻 其實我們很邏輯地想 應該是有一些癌細胞 躲在肝臟的位置 但那時候你做所有檢查 腫瘤指標 你也說掃描 你也不會發現到它 你怎麼知道它存在呢 因為時間證明了 如果它存在 因為它變成一個 你可以察覺到的階段 而在這個階段 一般來說 我們不可以將它根治的 所以我有時候可以看成 這個微轉移的情況 我有一個想法就是 如果在這個階段 既然我們化療藥物 在這個階段 不可以將它百分之百 殺死在大多數的程度 在這個階段 可不可以這麼小的 種核細胞 是可以殺死它呢 事實上我們嘗試做這件事 我們就在這個時候 表面上病人沒有腫瘤的時候 我們就跟它做化療 我發現原來是有用的 因為如果做了化療的病人 那些全活曲線是提升了 正如說 這裡所謂的死亡或復發病人 是少了的 但是這個TIC其實是有少許的保留 因為不是所有病人 我們都可以防止到 而事實上 大多數這些復發的 就是那個改善 只是局部而 並非全部 這一個部分的 全活曲線鏈的病人數目呢 是代表了 我們就要做了化療之後 一樣都會復發的情況 所以這個就是困擾所在 我們做這些副作性化療 如果通俗一點來說 我們看成一種保險針 或者是預防性的治療 它是有用的 但這個用不是參天共地的分別 它的考慮 當然我們考慮 我們做不做這些治療的時候 也會看這個治療的副作用是什麽 如果我們解讀這一個復活曲線鏈呢 其實這裏病人的數量呢 如果你所有病人搶癌 你做這個手術之後 做這個輔助性化療 這些病人數目代表 根本的病人是沒有這個微轉移 也就算不做化療 都並不會復發 所以做了化療呢 其實是不必要的 而這些病人呢 做了化療之後呢 一樣都會復發 只有少數病人呢 是真的 就是由這個微轉移 被你的化療殺死了 所以這個就是 其實呢 從另一角度看 做這個化療呢 大多數情況 譬如九成情況 都是沒有用的 而只是呢 可能有一成情況是有用的 到因為做不做這個化療呢 這個又是一些觀點與角度 那當然很邏輯的想法就是說 到底的副作用多大呢 這個其實就正正是 腸癌第三期 一般的存活線來的 這裡呢 是一個挺大的研究 它都滲入了少數第二期的病人 那麼我們最多數用的化療常規呢 是用一個FUFA 即是Firolucyma for Linux 這個結合藥物 這個藥物的 這個藥物呢 其實基本上在 我們醫治腫瘤整個範疇來講 算是毒性最低的 就是一般來說 70歲的那些病者呢 都一般來說都很安全 膚裝不戴 譬如說 病人擔心譬如說會不會嘔吐 它嘔吐的影響是很微的 微到差不多 你不需要儲方當止藥物 那個醫藥物呢 可以門診到完成 不需要住院一般來講 它做六個療程 每一個療程是星期一、二、三、四、五 回去診所打一針 然後呢 每一個月重複一次六次這樣 無論在毒性和治療 對病人的影響來講 都不是太大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腸癌第三期 我們是會鼓勵病人 去做這種化療的 所以病人會問這個問題 而很多時候 醫生和病人都會有多點溝通 讓病人明白這件事情 有時候病人的年紀比較大 譬如說70歲以上 他有些選擇是不做化療的 好了 現在我們看另外一個情景 這兩條傳媒曲線的差別 比較細一些 這條線是單做手術 這條線是做完手術之後 做這個輔助性的化療 又用FUFA 跟剛才那幅圖有什麼分別呢 這是腸癌第二期的 看腸癌第二期 第二期的意思就是說 是沒有淋巴核轉移的跡象 而病人的癒效是比較好的 發覺做和不做腐癌的差別很少 我們怎麼解讀這個傳媒曲線呢 如果你不做任何做完手術之後 若膜有兩成的機會是會復發 如果我們做了化療 復發的機會是16.4% 差別是什麼呢 就是3.6% 那我們做還是不做好呢 病人就經常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去解讀這些數字呢 其實都有不同的方法去演繹它 我是否應該接受輔助性法療呢 那法療有什麼得益呢 減少死亡的機會3.6% 這是一個absolute 就是說真真正正是減低3.6% 100個人是有3.6個人 所謂的 就是會得益 從另外一個角度看呢 就是說減少死亡的可能性呢 18%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數字呢 因為用20%做墳墓 而3.6超過20呢 就是18% 那聽起來呢 這件事就 就是好像得益大了 其實就是說 減少機會 都算是死亡的機會 但是就是減少 就是有時候跟病人溝通 其實都有點難令他明白是怎麼回事的 所以你可以說3.6可以用18% 所以病人聽到這個數字和這個數字 可能有不同的理解 所以我們需要用不同的角度去跟病人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會說3.6 就不是說這個數字的 就是一般怕病人誤會 如果你說看回全活的病人有八成的話 你加多3.6 你可以說增加全活的機會4.5% 那這個數字和3.6有一點點不同 另外也有醫生是會用另外一個角度 我跟病人講完之後 病人都是很難決定 我又從另一個角度去說 如果 現在是一個假設性問題 如果我不進行化療這個情況 而將來不幸癌症復發的話 你會不會後悔當初沒有做到化療呢 我就問回病人這個問題 如果病人覺得如果真的這樣 他都不會後悔 那可能就決定不做 這件事情怎麼看呢 如果不做化療的話 有兩成的機會復發 一百個人裡面有兩成的病人 如果你屬於這兩成的病人的話 你看回你現在這個處境 到底我現在復發 是不是因為我沒有做好化療呢 多數答案就是並不是的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只有3.6%是因為你沒有做好化療所以復發 只有18%是跟沒有做化療有關的 而絕大多數有八成其實是跟沒有做化療的事的 這也是跟病人提供多一個角度 讓他考慮這個決定的 所以我們看到 原來有不同的演繹的同一個事實 和那個數據的 好了 所以其實一般來說 如果在這個腸癌第三期 我們都會推薦 見病人做第二期 真的被病人自缺 因為那個差別是比較少 好了 整個問題就是 如果要接受化療的話 有沒有更好更昂貴的 可以選擇 比如在醫治香港來說 因為很多化療入物 其實都是很昂貴的 而一個公營機構 比如說醫管局香港 我們提供 就認為應該給病人 一些最基本本的 最壞的治療 但是有些如果差別很少 而牽涉很多壓外金錢的話 就可能會被病人自費 有時候病人的心目中有個感覺 覺得如果藥物不是貴 或者我不特別收費的話 我懷疑這個是一個次一等的藥物 或者一個方案 如果看回腸癌第三期情況 我們剛才看過開口這幅圖 這裏都有一個可能接近10%的分別 一般來說 我們會建設病人做FUFA的化療 最少都 好了,現在我再進一步看 我們可不可以用更強 更強的藥物 將傳率進一步提升 現在我集中看這裏 好了,另外有另一個研究 這裏是比較 所謂加強版 我通俗一點的一個方案 我們一個比較溫和的方案 就是FUFA 傳活率就是這樣 如果你加了第三種藥 叫Oceloplatin的話 你事實上可以提升這個傳活率 但這又不是一個差點的分別 一般來說 都可能差別是5%左右 那到底 現在我講做預防性化療 現在做完手術 是沒有跡象有腫瘤的 那到底我應該用哪個方案呢 這個呢 亦都叫做FORFOX 這個所謂 就是加了藥物 其實加了藥物 但是大家都可以理解到 如果我加多藥物 當然會加多一些副作用 還有呢 還有有時候 其他附帶的支出 有什麼副作用呢 Oceloplatin這個藥物 其實會令到手腳麻痺 這幅圖是分析到手腳麻痺的 嚴重程度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 所以時間過去 有嚴重麻痺的情況 有機會是世界大多人有的 另外呢 如果我採用這個FORFOX的方案呢 這個就不是 這個FORFOX就不是每天 回診所裡打針打五天 而是呢 它是每兩個星期要注射一次 而每次注射呢 是48小時連續性注射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是需要讓病人入院 去靜默默地輸住的 或者 要用一個流動性的注射器 但是用流動性的注射器呢 我要駁入一條導管 事先要做一個小手術 買一條導管來病人身體裡面 病人回醫院的時間 是雙倍那麼多 這樣毒性多了 而且呢 一部分病人都可能要自揮 這樣 不值得 採用這個所謂加強版的方案呢 那大家都可以明白 就是 就是對病人來說 這個不是太容易的決定來的 就是我們都不能夠 代病人的決定 這件事情 都看呢 很多時候呢 病人的家庭 很多方面的環境 或者職業 或者家庭支援 各方面的因素 都要考慮在內的 好 其實很多時候呢 我們在最常見的腫瘤 和一些沒有那麼常見的腫瘤 我們都遇到一個叫做 溫和版 和加強版的選擇 這個情況 我們香港最常見 和澳門最常見的兩種腫瘤 腸癌和乳腺癌 這個情況 剛剛已經提及了腫癌 這個加強版的FORFOX 和一個類似叫做CLOX CLOX 就是用一隻口服的5FU 代替了那48小時 連續性注射 所以呢 在某方面來說 是方便一點的 但這個疫苗在香港也要自費的 在乳腺癌來說呢 亦都有這樣的情況 乳腺癌最基本的化療 無論是一個輔助性化療 或者是一個治療 最基本我們都要用AC這個組合 就是AG-minesin和Sacophosphamide 做四個療程 但是呢 如果我們加一隻Taxin的藥 即是指探唇類別的藥物的話呢 就可以將那個療效提升的 但是將這個所謂預防性作用提升的 但是如果加上紫探唇的話呢 那個副作用是高了 如果會多了 明顯病人呢 會拜求過低而需要 服用這個抗生素這樣 還有副作用也都明顯大了 這樣值不值得這樣做呢 這個又是一個很常遇到的情況 這個所謂溫和版和加強版的選擇 好了 現在我們又回到 搶顏第二期的情況 這個全部曲性呢 當然是比較好 第二期 我們值不值得用加強版呢 在第二期 但是做和不做化療的那個差別 已經是三四個百分之內 但是如果用加強版 會不會將這個做和不做的分別加大了呢 發覺是不會的 原來你在第二期做加強版呢 那個療效跟一個不加溫和版一樣 所以一般來說是不值得在第二期的搶癌 就這樣用 我們不可以一般來說 說一些加多藥物一定會好些 要看情況 不是一般性的可以這樣 很普通的說 好了 再講另外一個很常遇到的例子 什麼是最好的抗癌藥物方案呢 原則上當然是效應最好 而副作用呢 是可以接受的藥物 如果說副作用呢 大家可以想到標靶治療類的藥物 標靶治療類的藥物呢 其實基本上都是化療來的 不過我們就給一個特別的名字 叫做標靶治療 它主要的分別就是化療 它攻擊那個目標 基本上是細胞裡面的DNA 正常的細胞和腫瘤細胞都是DNA 所以它對正常細胞的影響是比較明顯的 譬如影響了骨水裡面的血球 令到白球可以下降 令到病人有一個所謂受感染風險 以及譬如說對頭髮影響諸如此類 但是標靶治療類的意思就是說 它一般來說並不是針對一個DNA 而是針對一些受體receptors 這個可以在腫瘤的表面那裡 或者其他地方 如果理論上來說 腫瘤是有些受體 正常細胞沒有這些受體的話 它有選擇性 即是對正常細胞的傷害是比較少的 所以它不是直接攻擊DNA 雖然這些受體的變化 可以間接影響它的DNA 所謂信息傳導的影響 但是平均一般來說 標靶藥物的副作用是比化療藥物 而且標靶藥物如果是有效的話 你可以一路用很長時間 不同化療這樣 通常過某幾個療程之後 你可能因為那個毒性問題要停止它 所以標靶藥物一般來說 它不是沒有副作用的 但是看哪一種的藥物 副作用是少,所以很吸引 尤其是病人有一個不能根治的腫瘤的話 你做一個舒緩性治療 我們是很希望減少副作用 但我們看副作用方面 也要看效應 如果你是沒有副作用 又沒有作用的話 也是沒有作用的 即是因為沒有副作用的選擇 就是沒有效應的藥物 好了,非常非常普遍的情況 第四期的肺癌 因為肺癌一般 我們發炎時都是第四期 因為較早的階段是沒有徵狀的 好了,每一個病人都問你 我用什麼標靶藥物來做 我們試試比拼一下化療和標靶藥物 如果我拿100個無經篩選的肺癌病人 第四期的肺癌 我將100個人用化療去治療 100個人用標靶治療 到底效果如何呢? 化療會贏的 為什麼呢? 因為標靶藥物有沒有效應呢? 是很視乎 它有沒有一個EGRFR的受體 有沒有一個變異 所以如果這個腫瘤細胞 有EGRFR的受體有變異 你是極大機會 九成以上有效應 而你沒有變異的話 有效應的機會 是小於2% 可能小於5% 好了,如果我們沒有測過這個 EGRFR 這個怎樣測呢? 就是你拿腫瘤的樣本 他快不需要做一些特別的基因測試 這樣就可以測到 這樣 如果沒有做到這個的話 一般肺癌病人 大多數是有沒有這個變異? 大多數是沒有這個變異 有些變異 OK 有變異是佔少數的 原因是什麼呢? 因為這個有沒有變異? 大多數是吃煙的男性 輪臟細胞癌 多數是沒有變異 大多數都是可能 男性吃煙輪臟細胞癌 所以如果大多數的病人 是屬於類別的話 你整體來說 你會發覺 因為你沒有變異的情況多 有變異的情況少 你加上的總數 變成有效的機會率是小 而做化療 一般來說 無論這個受體有沒有變異的話 它也是有一定效應 舉例來說 比如有五成的機會有效應 所以就是這樣的情況 好了 現在我們再分析 如果你選擇這個病人 你做了EGFR 是有變異的話 你只是針對病人 你跟法療比拼 當然是他會贏 因為化療的效應機會 如果他有變異的話 九成以上有效 但法療的效應沒有九成那麼高 所以你會贏 好了 另外一個情景 如果你針對一群 是沒有變異的病人 會怎樣呢 一定是化療贏 因為它的效應率 我想是小過5% 或者2%以下 那當然是化療會贏 所以大家會明白到 不是說 就算是肺癌那麼出名 我們那麼追蹤 超把治療物的情況 不是 超把治療物 其實對大多數人來說 是不適合的 起碼在現在的家人來說 我希望將來有更多的標把藥物 可以對付肺癌 好了 每天講的例子 就是 就算是第四季肺癌 也視乎情況 到底什麼事最佳的藥物 不一定是標把治療物 好了 另外還有一種癌症 叫做小細胞肺癌 是佔十分之一左右 小細胞肺癌 暫時來說 是沒有標把藥物去對付它 所以小細胞肺癌 我們是用化療的 而這個化療和其他非小細胞肺癌的分別 有一部分是相似 但是有很多藥物 未必適應小細胞肺癌 所以我們講 什麼是早的藥物 我們要看 要看癌症 現在有三個情況 是不同的 所以我不可以冷凍說 某些藥物一定是最好的 好了 另外一個頗常見的病癌症 病病症 非早期被癌症 第三、四期 我們的標準治療方案 是放射治療 但是我們也會加同步化療 這是第三、四期 好了 病人問我們有沒有標把藥物 暫時來說 我們所有做摘病症標把藥物的研究 暫時都未能夠應用到鴨廠 即是說未有一個正式的 達到一個很成功的階段 我們會提議它去用 所以換話說 标准同步花疗的药物是用一个顺泊的药物 Cysplatinum 所以 大家看到很多例子 不是说某些药物一定是它的优性 而顺泊这个药物是用了很久 我也不需要特别收费 不是特别昂贵 就是有极多极多的应用 那是不是一种药物是因为你不收费 它不是特别昂贵 它不是特别新 你就认为它是不好呢 暂时来说其实它是最好的药物 如果在这个情况之下用 另外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景就是 我年纪大病人说 我不想接受这些检查程序 因为探植在身体里面 我觉得很辛苦 我也更加不想做这些治疗 其实年纪大一样东西 在我们所有人心目中 我们都知道有一天 我的年纪会更加大的 所以其实我们都会面临这个情景 所以这个是越来越普遍的情景 但现在年纪大的人都非常健康 好了,例子陈伯75岁 他咳嗽照肺 照到这里右边肺 这里有个影 这个表面上来说 是有机会根治癌症 因为我们不见到其他影 但是需要进一步检查 例如电脑掃描 政治研掃描 我们还没拿组织化验 但是看这个照片 差不多我肯定它是肺癌 但是陈伯说 你连抽组织都不要跟我抽 因为反正我都不治病 你不要抽组织 其实对陈伯来说 最好的处理方法是什么呢? 当然了 不可以一确连两 我一定要尊重他的自己的意愿 但是我也需要提出一些 我们的资料 让他们进一步参考 这个肿瘤在这里 我一定要证明 这个是不是肺癌 就是是不是肺癌 我一定要分类 如果我在这个地方探知针去抽 其实创伤性是有 但不算很大 如果在这个位置 好了 我抽了细胞出来有什么用呢? 第一 我要知道是不是小细胞肺癌 如果这个肿瘤是没有转移开的话 如果它是非小细胞 其实我们还可以用电疗 去根治它 还有机会 如果小细胞的话 我们不可以用电疗 我真的用化疗了 但是如果证白是不接受化疗 如果是有小细胞的话 事实上我们就不会进行治疗可能 甚至 如果这是非小细胞 即九成都会是 我们可以将组织去查EGFR 如果这是一个扩散开了癌症 我们可以考虑会不会用标靶药物 标靶药物是可以接受到的 如果说副狀来说 当然证白不肯用化疗 所以抽组织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除非举例来说 譬如说负担不了病毒药物 这些所有东西我都要先考虑了 如果明知病人负担不了的话 我们事实上病人这么考虑 都是有一个理据在这里 如果说辛苦的治疗 如何是辛苦治疗呢 这个是一个 譬如说这个 当这个癌症没有扩散到 其实现在我们有很多的 进步的技术 是可以不用手术 可以跟着一个早期肺癌 举例来说 我们可以用一种 有些技术叫做SBRT 一般来说整个放射治疗的疗程 是需要六个星期 六至七星期完成的 但是可以被人来四次 我们就可以完成这个治疗了 举例来说 这是我做一个特殊放射治疗的例子 这个种子是消灭了的 但是我未做这种治疗之前 但我事实上需要做一些检查 譬如说我知道有没有淋巴不转移 如果转移组是不适合做这种的 如果有淋巴不转移 如果有淋巴不转移 如果是第二阶段的淋巴不转移 如果是第二阶段的淋巴不转移 如果是第三阶段的淋巴不转移 如果是第二阶段的淋巴不转移 如果是第二阶段的淋巴不转移 可能我们不适合做治疗 如果是更进一步的话 那个淋巴不转移更加少 但是问题是 我们怎样知道这些淋巴不转移 有没有受影响呢 以前呢 需要做一个手术去抽样的 正在这些素描都不足够去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近期呢 我们有一种叫做内径超声波微针抽样的技术 是创伤性低了很多 是可以代替手术去解答这些问题的 主席我们是不是应该... 不好 主席说有一分钟还是一小时 我相信是一分钟 不好意思,我说慢了 不过... 另一个例子 最近见了一个病人 化名叫王八 80岁 身体状况好,确诊鼻疾癌第三期 我们建议放疗 但是王八华呢 其实现在放疗第三期的话 局部控制肿瘤的把握 差不多有九成的机会 其实没有九成都是八成多 其实是一个很容易根治到的情况 但是王八华说 很害怕这些治疗 害怕令他残废 他就说 我很满足享受现在的生活 我想回到乡下 坐在屋前的大树下面 跟人聊聊聊天 打麻将 他给我一个... 我在他脑海做都浮现了一个图画出来 我几乎想立刻退休呢 跟他回到乡下 他瞟了出来的景象 真的很吸引 很吸引 但是我要回到现实 就是... 如果我年纪大 当然呢 有时候我们看平均上 其实都是不短 很多人到70岁就不想以后 但是其实在女性来说 中位数已经是86岁了 但是真正的年纪 未必一定是唯一的最主要考虑因素 而是有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就是一般的肿瘤 如果你在三至五年之内 你不治疗 可能能够跟治到肿瘤 一般来说 都会有相当的变化 会打击病人的身体健康 以及威胁生命安全 其实我要问一个问题 在未来三至五年之内 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 有没有其他疾病 会威胁生命安全呢? 病人经常说 不想那么远 但是... 其实我是要想很近的 相对来说 我们不可以带病人去回答这些问题 但是我可以提出这些观点 让病人去考虑 我想我应该在这里暂时先 多谢 大家有没有问题给梁医生? 哎呀 跟着王医生 不好意思 起码是最后的一章 最后一章? 好 这是接近最后一章 因为大家都要吃饭 所以我们要... 关于放射治疗 俗称叫电疗 如果病人需要做放射治疗 病人又问 你这些是不是最先进的设备呢? 可以告诉大家 现在差不多所有放射治疗的中心 差不多的设备都是相弱的 其实这一幅唱片 我在网上 在镜湖医院的放射治疗中心 那里取出来的 跟我们这个威斯院的设备 基本上是相弱的 现在都用了最新一代 直线加速器 讲讲一些术语 病人就会问 你是否在做IMRT 那是什么事情呢? 基本上传统的放射治疗 我们很多年前 是对着一幅X光片 然后勾出照射的范围 基本上都是二维的放射 所谓二维的放射 但是呢 跟着呢 十几年前开始 已经转成 用电脑素描为基础 做一个所谓三维的设计 所以呢 X光线可以在很多方向照射进去 更加适合肿瘤的形状 IMRT强度照射放射 其实是三维放射的其中一个改良 就是每一束的X光线 好像一幅相那样 在这个X光线里面 每一点的强度都可以调教 而且我们有一些硬件可以做到这样 后果就是我们的X光线 或者电脑的质量 是更加适合肿瘤的分布 更加能保护那些器官 所以你看出来 X光线里面的强度是有不同的 就是不是平均的 还有一些比较少听到 就算现在香港高纳医院 没有的设备 但是这些设备 其实是很少需要应用得到的 比如一种叫螺旋刀 螺旋刀不是刀来的 是放射治疗的 基本上都是一种直线加速器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加速了的强度调控放射治疗 还有一种叫做数码导刀 这样 光纳医院暂时都没有 但是如果你用这种技术 去治疗一个鼻咽癌的话 这个是不太实际 因为它需要治疗的时间 是长到不能抵受的 每一次治疗 因为它只适合一些 比较小范围的体积 所以不是所有一些很特殊的技术 都是适合于我们大部分病人 另外 善用时间 我也想很大致地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一个病人 他有第四期肺癌 我们诊断的时候 平均传没的时间 就是9月至1年左右 就算做了化療的话 这个差别不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我们的关注会不会只是放在我用什么药物呢 至于我们这个这么宝贵的时间 如何善用它呢 这个当然是值得我们考虑的 据来说也有一些网站 如果我们可以参考一些资料 是不过不多说这一道 还有呢 现在我们最 有一样我们常提及 就是说一个 就叫做 预前的医疗指示 这一点 就是英文叫做 Advanced Directive 就是说呢 其实是在回应很多人心目中的问题 如果我身体状况很差 或者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 我不希望呢 接受一些非常之入侵性的治疗 事实上呢 我现在是可以呢 在我们健康上可的时间呢 去定立一些我们自己这个医院的 那另外我想说舒缓治疗呢 Painting Medicine 其实在医学上来说 是一个已经发展得越来越成熟的专科来的 这样就无论是香港和澳门 都有这个专科 这样它为 其实在网上呢 在镜湖医院的康宁中心那里呢 就是我取出来的上面 那就是对病人来说呢 当身体的情况下 是需要进一步的 专门人的照顾和评估的时候呢 都是很重要的 那就是 我总结了今天我们来说 主要的这些题目 好 多谢 李医生 我想主要李医生的论点就是说 化疗是OK的 还有呢 就善用时间 好 因为时间限制了 我想我们要继续去第二个讲者 谢谢 谢谢